当下房地产业全民关注 拆迁房更是牵动全家利益的一件大事情 浙江淳安的李女士和徐先生 就因为老家的房屋拆迁 夫妻俩闹起了离婚 我不从她过来 就是帮我到外面 所以我这时候最接受不了的 李女士解释说 事情因拆迁而起 在拆迁分配这个问题上 她和丈夫徐先生的意见相组 夫妻感情一度降到了冰点 对我们不理不睬 不管我怎么去问她干什么 她就当我是隐形的 对我去不问不问 李女士说 几个月来徐先生对她不理不睬 不闻不问 目的其实很简单 对我的冷漠让我 对她彻底死心 达到离婚的目的吧 房屋拆迁 为何会让这对夫妻闹到坚决要离婚的地步呢 李女士解释说 这里面牵涉到一个人 徐先生的爸爸 在房屋拆迁后的分配这个问题上 徐先生的爸爸和李女士 两个人意见不一致 她爸爸这样做 道理是讲不过去的 要跟着她的意思 一直做 我这个社会要走不下去 我肯定是听我老爸的 裤着她爸爸 一切的事情都是想着她爸爸 夫妻俩互不相让 婚姻岌岌可危 调节现场 李女士据理力争 徐先生反唇相搏 一时间谁也说服不了谁 房屋拆迁到底谁是谁非 婚姻危机究竟何去何从 而徐先生的父亲 在这场婚姻危机中 又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呢 调节马上开始 有问题来调解 来调解没问题 各位好 这里是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 各位成员欢迎大家 也欢迎双方当事人 一位是李女士 一位是徐先生 欢迎二位 我们来了解一下两位当事人 来金牌调解各自的诉求 我们这段婚姻继续走下去呢 我感觉不开心 就此结束了呢 我感觉我有态度的不舍 我的诉求就是 离婚 那徐先生是已经下定决心了吗 对 徐先生态度坚决 离婚的想法 他已经深思熟虑 徐先生说 起初提出离婚的不是她 而是妻子李女士 什么时候提的 今月初九是她先提出来的 那过后之后 我是当初说我是不肯理的 徐先生说 妻子提出离婚的时候 她有些吃惊 那时她压根就没有过 要离婚的念头 那么李女士提出离婚 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过年的四号 是跟我一起过的 然后徐先生出事 回到我公公那边 我十点多钟 就感觉好像这个人 没回家 就心里空闹闹的 就是给他打了个电话 他冲我发脾气 就是说好像一直 就是不该给他打电话 那天他晚上 就十一点都很迟了 给我打了个电话 十点多好不好 十点零五分 他给我打电话 我已经睡着了 就是什么东西 烦到什么东西 我不想听到他的声音 烦他就是 一到那边 就完全变了一个人 对我就太冷漠了 所以我感觉就受不了 所以回来我就 下定个心跟他离婚开 那当时他说他没考虑好 对于我们还有一个女儿 不是说考虑到 就是说要受理就理了 就是考虑很多东西了 接下来他就是说 经过可能不知道什么 因为他考虑过之后 就是离婚的那个 越来越强烈 因为我同他生活了 已经二十多年了 感情已经无数意义了 没有 其实我们俩本身 我们俩人之间 是没多大的矛盾的 最主要的是大家的年轻 这夫妻俩就像是拉锯战 妻子要离婚 丈夫不可 等到丈夫提离婚 妻子又不答应了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李女士解释说 这其中牵涉到一个 关键的人物 丈夫徐先生的父亲 也就是他的公公 因为我跟他家里 现在怎么彻底的闹翻了 我已经两年没回家 因为我公公处理事情 他就是从来没有帮我 当家里的看待 没有 就是从来没有帮我 当一回事 到14年 下半年 才彻底的 为了这个房子闹翻 李女士解释说 双方矛盾的导火索 是三年前 徐先生的老家 一栋房屋拆迁 徐先生家里有两兄弟 都已经成家立业 在拆迁后 如何分配的这个问题上 起初他和徐先生的父亲 意见是一致的 我理解意思就是财产归你们 老人的赡养问题也归你们 对 当时在拆迁 在办这些事的时候 怎么办的 老爷子有什么打算 你们清楚吗 我是个举办人我不知道 徐先生是参与其中的吗 对 他现在可能是参与的 但是当时他是基本上 也不知情 那你的意思就是 只能是老爷子自己的意思 对 所以后来老爷子的意思 到底是什么呢 他的意思就是两栋房子 第一栋房子陪下来 老爷子意思就是给我 然后装学好了 然后第二栋房子 开会我老公去的 杨浩也是叫我老公去的 然后房子跑了三趟 从杭州赶到老家去 因为他爸爸去跟我 梳起这个事情 他说这个房子弄下来 他说反正你们现在 房子 房子 奶奶也没钱 他叫弟弟拿出了钱 他捡钱你们的负责 那我跟我公公说 我说不用了 我说我们想办法来出 那他爸爸又说 他说要不要奶奶卖掉 挣个什么万块钱 我说爸爸现在不要卖 我说先放着吧 那个时候公公跟你说 这些问题的时候 你也没觉得起来 有一点想到 因为他在里面开会 等他出来的时候 我就跟我老公说几句 我说你爸爸 会不会有其他的意思 老公不会的 我爸爸还会骗我 然后到我 我老公公那个住的地方 在谈起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老公去烧饭了 然后他弟弟马上拿这个手机 到外面去给我老公发信息 然后我就马上 我老公那边手机拿过来 说一条信息说 我在挑拨离间 就是挑拨他们兄弟的感情 挑拨他们父子的感情 然后说我是个 出谋不轨的人 他为了得到自己的利益 他说要挣这个房子 父亲那个时候 是在试探他吗 我父亲他这个人 就是说封禁思想比较重的人 就是说 你们防止这个事情 女人今天最好是 不要来参与这个事情 参与这个事情 就是说很多事情 都是到时候上 有麻烦很多的 所以你弟弟给你发那个信息 是觉得他参与多了吗 他做了什么说了什么 因为我弟弟们对他也是 他们也是不合的 那你怎么看待你弟弟 发一条这样的信息 我当时说我骂过我弟弟 你根本就没想 你骂你弟弟 你也没有问过你弟弟吗 我没有 为什么这样说嫂子 从来这个事情 我从来没问过 我就当时就回来 我就跟我公公说 我说弟弟发这个信息 而且以前也发信息 叫我老公跟我吵 叫我老公跟我离分 不要顾得小孩子受到伤害 然后我就跟我公公说 我说我公公 我这样一说 我公公桌子一拍 我这个房子就是给弟弟的 那我说爸爸 你这个房子给弟弟 我可以理解 他也是儿子 但是你就可以桌面上评书 不需要把这么大的弯子 也不需要我老公 再一趟一趟地跑 那直接给你弟弟 那么坐下来说 那他也是儿子 我给他 对吧 那么就说 叫我弟弟去跑 因为是他的房子 那天到底有没有结果 没有结果 后来就不了了之 我们回杭州了 然后继续摇号啊 什么办手续啊 还是许先生在跑 对 你以为这事就 吵吵就过了 我以为我公公这个时期 可能也就这样过去了 算了 好 然后就是说 到最后的决定 他老爷子就是定下来 这个房子给他弟弟的 什么时候 那就是那条 房子调好之后 就是这个房子是给弟弟的 连我老公当时都懵了 那我就跟我老公说 我说你爸爸心机太深了 就是完全设了一个局 第二套房子分下来 成了弟弟的 徐先生父亲的决定 说变就变 这让李女士无法接受 李女士说 他和公共的矛盾 也就是因此而起 他原本以为 丈夫徐先生 这时候会站在他一边 可是夫妻俩 却因为这件事 闹起了矛盾 那么徐先生 对他父亲这种 出尔反尔的态度 是认可还是不认可呢 你觉得父亲这样做 合适还是不合适 合适的一部分 不合适也有 不合适的是什么 不合适就是说 他话没通 我直接说出来 当初说 我也比较抵触的 后来呢 后来也慢慢慢慢结束了 他就是默认偷鞋 在他爸爸这里 他任何事情 除了默认就是偷鞋 如果房子 父亲已经明确说了给弟弟 为什么还是你在跑呢 那我应该呢 那做兄弟的 我都付出一点也无所谓的 我就怕他找事情 所以徐先生态度就是 即使存在一些不合理 甚至是不合情的地方 你觉得 我可以理解嘛 家人无所谓 后来慢慢地接受 是考虑到什么呢 他是这样子 拆枪拆号之后呢 我父亲感觉了 我自己亏了 房子是两套房子 大的一套房子是给我们的 我们三个人 是这样子的 这是股价不查给我们的房子 你不要谈国家 懂不懂 因为我在拆到镇上去的房子 东西都是我的 我弟弟没 回来没地方落雪的 你父亲不是说过 因为弟弟的身份问题 所以财产本来就是你 话是说过的 这个话是说过的 可是做 我父亲没按照这个方面去做 他有告诉你 为什么他的想法变了吗 我的古迹是这样子的 因为 因为我老婆 我父亲不要看他 财产全部给我们 他养老送终 对不对 我老婆有没有这个心 我女是这样子 就是说 你说父亲不相信他 不相信他 那是因为房子 查清之后 彻底落江了之后 你爸爸才有这个想法 好不好 爸爸为什么会不相信他 因为他这个人 住人 我能说 不孝敬父母 徐先生解释 父亲前后两种不同意见 是事出有因 为此他还给妻子 冠上了 不孝敬父母的名头 他此言一出 立即遭到了 妻子李女士的反驳 李女士说 他和徐先生父亲的关系 的确一直不太好 但因此说 他不孝敬父母 他表示不服 我对我婆婆 可以说 还好 对我公公 总感觉有一定的距离 因为我公公 他是看上不开笑的 因为他弟弟是家书的 而且谈钢琴的 各方面的输入也比我好 我是一个没文化的 你觉得他看不上你 对 看不起我 我婆婆生病 这么多年 我每年给他买衣服 连洗头 洗脚 是吧 我真的 我千万都没想出 我这个待遇 李女士说 婆婆常年瘫痪 十多年来 都是她悉心照料 虽然公公对他有偏见 但他以前对公公 也没有不敬之举 唯独这回 因为房子拆迁的问题 他破天荒 第一次向公公 提出了反对意见 结果公公发飙了 到顾年的时候 他爸爸就抓住我回家 顾年这个机会 就是想来替他弟弟来 到我这边出气 讲出三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 就是说 无助生有吗 说我在杭州 到处跟人家说 他弟弟这个事情 然后第二个事情说 因为当时不是拍桌子的时候 然后我们喉咙一响 那我想就肩上 大肩上隔壁邻居听得不好听 我把那个门 稍微再挡了一下 就是关了一下 我公公就说 我关起门来要打他 然后那天呢 我老公 第一次帮我维护 他说你别想 今天老爸就冲你来的 你别想到 你要是想 今天就没法收藏了 那天 大年三十 我父亲就是发个脾气 他觉得 在指责了是吧 对嘛 我老公维护我了嘛 我公公就说 好了 更加那个了 就觉得笑不了他了 就撬 要走 要整个我老公去拉 就跪下去了 哎呀 你觉得公公这一次是 就是帮他弟弟来出气 针对你的 对 故意的 你不是说帮我弟弟来出气 他就就是 单纯是就是不想看你 懂不懂 为什么 为什么 徐先生 哎 因为 我我我父亲这个人呢 脾气是很酱的 你看到他 不就是为了这个房子 从以后才不要看我吗 是啊 因为我父亲呢 就是什么 他脾气酱的 我可能有七十多岁了 年纪也大了啊 就是说我们一直在小时候 到现在一直比较尊敬他的 所以我对他呢 就是说也不敢 吵这个事情 所以你只能用下跪的方式 向父亲赔礼是吗 对对对 你怎么看待徐先生 对待他父亲这一点 我觉得他太软弱了 因为我觉得有些事情 能处理好才是一个融窍的 如果处理不好 事情就越来越叫 越来越叫 他欠缺的是什么呢 欠缺的就是沟通 跟他们家的沟通 跟我们的沟通 因为我是想 他如果跟他爸爸 能把这事情沟通掉 也是给我一个台阶下 给他爸爸一个台阶下 我可以 还可以融入这个交替 但是他不会 你是计划锚定 懂不懂 你什么事情都在城中计划锚定 你当初这些 我跟你说的这些 你都认可的呀 你又不是不认可的 不要你来参与 从来没这个事情 我同意说 2014年除夕夜 发生的不愉快 李女士和徐先生的父亲之间的矛盾 公开化 徐先生当场下跪 获得了父亲的谅解 然而从那以后 李女士便再也没有回家 看望过徐先生的父亲 夫妻之间因为这件事 开始相互埋怨 徐先生指责妻子太爱挑事 把所有问题的根源 都指向了李女士 就连去年 妻子李女士去静老院 看望婆婆 竟然也遭到了徐先生的指责 至于去年 年前去看我母亲 因为我母亲在静老家 这个事情她没同我说的 我也不知道的 第二天 那天去的时候到下午了 在下午 她去看你母亲 难道不是一个好事吗 我绝对是不应该去看 为什么 因为她瞒着我 她这个事情是做给我看的 我不能理解什么意思 你如果是过敏尽大地去好了 你跟我打个招呼 对不对 不打招呼去 会有什么问题呢 那为什么到镇上来 我父亲这里 她都不去一下 不想去 对不对 为什么不想去 就是不想去 你的意思是 只看了你妈妈 没看你父亲就是不对的 她去看你妈妈 到底在你看来是 好的还是不好的呢 好的 那为什么刚才你说 就不应该去呢 去换毛钉了嘛 如果没有看父亲 只看了母亲 就会激化矛盾 这个意思吗 她不该同我母亲说 原型什么东西都翻出来 同我母亲 也就是说在你们家人心里 还是不愿意听到或看到 她提到再提房子的事情 只要跟这个有关 都认为是在激化矛盾 就是等于他们全家都以为 我在挑事情 找事情 然后到最后 我脑还不理解我 就是我接受不了 学先生现在你们家里 你父亲也好 你弟弟也好 对待他的态度是什么 就是我父亲的态度 其实到现在就给他 就是看他已经不要看了 已经很方感来看到他 去年跟我姐姐他们说起来 我说毕竟是他爸爸 让我时间来耽误这一切 等他老了需要我的时候 我不可能不去的 对我来说 他比较强势一点 我接受不了他 我不愿意看到他 就是变成这样子 他永远都总以为 什么事情都是自己对的 动不动就能暴力 我一直在生活 在这种 这种很 不愿意回家的这种气 这种担心到这样子 你一直都习惯了 这种生活吗 所以一直忍忍忍忍忍忍忍 可是你还是在 犹豫离婚的事情 对 李女士心有不甘 她伤心委屈 面对下定决心要离婚的丈夫 却倍感无奈 身为儿子和丈夫 这个双重角色 徐先生看似强硬的态度背后 也让人感觉到了 他的左右为难 房子拆迁分配的问题 还没解决 婚姻却走向了十字路口 金牌调解团队的调解员 和观察员们 此时又会为他们提供 怎样的意见和建议呢 李女士啊 我先帮你解开一个心结 其实你一直都不知道 也不明白 到现在此时此刻为止 为什么公公和这个小叔子 一直都会认为 你是一个挑事的人 但是你再回想一下 自己说过什么样的话 你对你的老公 肯定说过 能不能通过例字句 赡养的问题 写清楚 写明白 那只是随便说的一句 我说没有 不 说者无心 听者有心 但是 其实假使你心里这么想 你提出这样的要求合适吗 第二点 当房子在开始摇号的时候 你特别地上杆子 因为公公已经说了 这个房子给你了 是吧 但这个时候你不觉得你的动作 你的指向性太明确了 明确地让人觉得有点视力吗 所以遭到了公公 小叔子 对你的一种 偏见 或他们的主观 认可也好 所以任何事情 事出有因 你的表象上面 给别人传递的信号 是这种 我们都认为 你说的有道理 是 哥哥 弟弟 都应该有房子 你都不去计较 是 而事实上 你说的和做的 完全是两种表象 我不得不承认的就是 你在这个家 的确很辛苦 在很多地方 你都喜欢出头 甚至步伐 比你老公还要快 所以我觉得 你应该去想一想 这些问题 南方 我觉得我要好好 先问问你 你刚刚在讲 父亲他是有 封建思想的 理解 但是你封建吗 你不应该封建 但是你在很多 处理问题的方式上 封建 你不要问 你不要管 我会处理 但是在现代家庭当中 您觉得还有这样的家庭吗 里面有些东西 我想 你觉得就可以这么带过去 对 可事实 你也知道啊 不了了之的背后就是 彼此心里都不痛快 你带不过去 你看他的心声怎么样 你有没有问过自己 我的这种处理家庭关系 或处理情感关系的 不了了之的态度 能不能彻底地解决问题 不要 不要一了了之了 了不过去 该面对的问题 用男人的肩膀 责任去担当 该处理的就去处理 该面对的就去面对 否则 否则这个雪球越滚越大 最后真的就是不了了之了 我觉得你的这个伤心很委屈啊 很大的程度上 有一个你的认知问题 如果你觉得你丈夫 很窝浪 很妥协也好 你就要去点醒他 去指导他 如果你一味地去这样做 所谓的伸张自己的权利 觉得很委屈的话 那么你这个主体状态 可能就有错误 所以主体的所有问题 就会导致自己很多角色的尴尬 这个房子的问题 你公公曾经说过 小叔子 已经是这个到别人家去的人 所以没份 这个房子 只是你们两夫妻 所有 你小叔子没有份 那么这个狗头的说法 它究竟有没有法律效率 我们来看 你自己都要头了 你自己也知道没有法律效率 对不对 知道没有法律效率 我就不多说了 这种口头的 意识的意识表示 又没有第三方见证的 没有法律效率 而且老人家还在世 他在世的时候 可以随时更改 他的这个意识表示 一直到最后的一份 以主为准 所以我建议你呢 总体上建议你呢 就是说你心态超脱一点 这样慢慢地跟你战户去 沟通 好不好 李女士 你很不幸 并不是因为这个家庭 多么地针对你 而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个家庭 有他们家庭的 一个模式和系统 可是因为您的出现 这个系统被打乱了 这个系统是什么 在这个家庭里 如果说 父母在感情上 有一个偏重 父亲应该是 更疼爱小儿子的 从这个角度而言 老大 势必会比较吃亏 在他们的家庭里 吃亏的是老大 不服气的是谁 却是您 因为您不接受 他们家这个格局 您想去打破这种 您心里认为 不公平的格局 但是其实 这个格局在他们家 已经延续很多很多年了 您在替自己的丈夫 名不平 在替自己的小家庭 名不平 可是您却没有想到 您认为不合理 可能正在合理地 运行了几十年 而您丈夫 他所习惯的 心理定位是什么 我可以吃亏 我可以退让 只要这个家庭好好的 只要我的爸爸 不发脾气 在我们外人看来 他可能有些委屈求全 可是在他自己看来 他起码觉得 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徐先生可能会觉得 那老师这么想 是不是意味着 我们家这种方式 就是可以继续延续下去 不对 徐先生 平衡的不一定是公平 也不一定是合理的 您放弃了一个最大的 人跟人之间的一个 本领就是沟通 你已经习惯了服从 所以我不需要跟谁沟通 我跟我的父亲没法沟通 我跟我的妻子也不需要沟通 因为我必须得服从 我知道这个事情就是这样 我无力去改变 没有沟通的结果是 两个人的心永远隔得很远 您的妻子今天在现场 跟您反复强调的一个问题 并不是说房子 他已经说了房子事情 我可以退 我可以让 我可以忍 你能不能给我一个说法 不要让我觉得 我即便在这个家里 受了这么多委屈 我还是孤军奋战 尽管您不喜欢 您在屈从 同时您希望自己的妻子 跟着自己一起去屈从 如果他不屈从 那么我就只有舍弃你 重新投奔到我大家庭的环保 那么我只能这么说 徐先生 即便您再找一个老婆 费尽心思取悦您的父亲 估计没有几个跟你 能够长久地活下去 应该说 这个女人在这里争来争去 但是我感觉她的争 一个我觉得有点傻 争什么呢 房子你也带不走 就是为你口气 好 不错 说对了 你真的是一口气 真的是在这个家庭当中 没有被重视 因为被丈夫晾在这里 冷在这里 你在这里 跟公公过不去 跟丈夫过不去 跟自己也过不去 心里就是过不去 作为父母亲啊 虽然一个儿子 上门女婿到别人家去了 毕竟还是自己的儿子 是不是财富传承 肥水又没留外人田 又没留到别人家去 还在这个家里面 财产是分得清楚的 道理也是讲得清楚的 唯独心里的这个结 这个烦恼 没有办法去讲清楚 矛盾好像出在 土地啊 房子上面 实际上 问题出在 你们两个人的情感上 实际上你们两个人 都不想分开 都不想离婚 都有感情 只是都憋了一口气而已 你整我 我再整你 整来整去 整到了自己 是不是好端端的一个家庭 干嘛要去离婚呢 干嘛 不至于 对不对 我在场上听得最多的就是 我是对的 还有第二个特点就是 你们都不愿意做出改变 不愿意做出改变 都是前提在那儿 我认为我是对的 当我们听到这两句话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这个婚姻 就像一块巨石 在这个岁月里 被不断地风化一样 既然我是对的 你又不懂 你也听不明白 我就不跟你去分享 于是男人在场上功能地说 我不愿意再跟你分享 任何我的心灵的感受 在这个二十年的婚姻里面 你是否尝试过理解 你要对方去理解你 你是否尝试过理解对方 甚至你高傲到 我不要你理解我 你只要听话 你要知道 如果一个人不能够理解的话 是做不到听话 他不能够理解 他只能够充满委屈地 站在旁边 积累他的愤怒 到有一天 找到一个出口的时候 他就要跟你顶着杠 所以请你给一点时间给他 让他学会理解你 所以其实 你们婚姻之所以经营到今天 不是因为女人太过于强势 也不是因为男人的声音 有多么的大 而是因为 你们缺乏一份耐心 聆听对方的声音 在情感中 他最需要的就是 学会理解 宽容 接纳你 我心里最纳闷的就是 你还没来得及学会 怎么样关爱身边的女人 然后你去嫌弃她的 这种 因为内心压抑 而造成的情绪化 我觉得是不公平 个人觉得是不公平 也许我们这些话 决定不了 你最后的选择 去选择 但是 这种不公平 我认为 会成为你们家一个 不太好的婚姻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谈到 感觉和责任的关系问题 我们感觉 很多时候也会不好 我们自己都有婚姻 也会有这种感觉 但是责任摆在哪里啊 是吧 那不是婚姻 就像我们跟工作 跟职业一样 我们也会有不舒服啊 那对不起 不是你说走就走啊 责任摆在哪里啊 那我们也对工作 有很多看法 但你就得坚持 但是工作是这样 你可以一走了之 反正就那样了 婚姻 它会造成另外一个人 生命的萎缩的话 以及生活的绝灭的话 我认为是很可怕的 是吧 我们说 少了我们地球照样转 但家跟地球不一样 地球还真的是转 靠转就行 但家转不得 不是说不能离婚 真的是要全面去考 所以我把这些东西 我们这么一说 希望许先生多一点考 多一点思考 那李女士的话 按你的个人经历来看世界 看生活 看他人 所以你在处理很多矛盾的时候 会显得比较简单 比较的带刺 让别人觉得 这个人的相处是不云宽 所以你确实要学习和调整 这个大家都有建议 怎么样用 这种比较可亲的一个形象 来搭配你内心 这种强大的责任感 你对这个假设非常有责任感 如果你改变不了这一点 别人跟你相处很难 那道理总有一千条 其实也没有办法 也不能怪别人 两位可能都有一些心的 要去想一下 并且做调整的地方 做不到 那可能就认为 缘分 你问他 他就眼睛头或者点点头 要不就睡觉 就是不理的 肯定回家睡觉 回家也不跟我联系 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对 李女士说 丈夫徐先生的这种冷暴力行为 越来越严重 这让他几乎受不了 但是他考虑到 他们的女儿即将面临高考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他不想离婚 一个重要的考量 还是怕影响到孩子 从来没有说安慰我一下 高兴我一下 真的没有 所以为了女儿 我一直坚持到现在 然后他总喜欢 把我的不好的一方面 在见他这样的年纪 导致了我们两个人 我都越来越生越来越生 李女士说 丈夫徐先生近期在创业 面临的压力比较大 但家庭矛盾 无疑增加了他的心理负担 这也是他迫切需要 调节的一个主要原因 李女士成正 一个巴掌拍不响 丈夫的这种冷漠 也有他自身的原因 他表示愿意做出调整 而徐先生了解了 妻子的想法后 离婚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 如果你们这种关系不改善 最后是干什么的 你跟女儿 是 徐先生表示 他愿意尝试着去改变 但涉及老家房屋拆迁分配 徐先生说 他和父亲还有他的弟弟 已经签下了一个协议 拆迁的两套房 他和弟弟一人一套 两兄弟每人每月 出350块钱赡养费给父亲 他担心妻子李女士 会提出反对意见 两兄弟各出的 350块钱一个月 是这样的吧 就是要赡养老人 老婆你同意吗 你表面上看起来在征求她的意见 她会感觉到非常的温乱 你每个月的350块钱里面 有她的一半 哪怕你就是一个月给10块钱 她都有5块 观察员廖喜一玉带着徐先生的疑问 就父母赡养的问题找到李女士沟通 李女士表示 对于赡养父母 她没有任何意义 她只是希望在很多问题上 丈夫能和她一条心共同把这个家建设好 而不是动不动就用冷暴力来处理问题 我就说我不需要什么 我说你这个时候 那我不甘心的时候 委屈的时候 你哼哼我 你说几句好话 我不会 我就怎样 观察员廖喜一玉建议徐先生和李女士 遇到问题要学会沟通 不可用对抗的方式 企图达到让对方屈于府的目的 这是很不明智的举动 那么密室调解结束之后 这对夫妻会有一个怎样的调解结果呢 婚姻十字路口的他们 最后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答案即将揭晓 为了孩子 为了这个家 可能以前住得不到的地方 我愿意住住改变 希望我老公 来跟我一起去面对这些困难 我老婆呢是这样子 这个人呢是持家 那这个人是很好的一个人 在我们大家庭里面 我也希望他融入进来 我父亲我会同他说这个事情 我会瞧瞧 以后为了女儿好好就顾日子 非常感谢 真的 我觉得 不管以后的路 能成功还是不成功地走下去 我觉得来了这一趟还是值得 谢谢 真的 谢谢 徐先生和李女士 离开了调解现场 他们都打算以这场调解为起点 去迎接新的生活 很显然摆在他们面前的还有很多现实中的难题 特别是李女士和徐先生的家人之间的矛盾 不仅需要时间去弥合 更需要徐先生和李女士一道做出更多的努力 他们夫妻之间只有彼此理解 齐心协力才能让这个家变得更好 而冷暴力不仅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他只会加大感情的裂痕 驱走所有的温暖和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